現在來介紹幾個常用的shuffle節奏 我把節拍器的速度一樣設定在72 我們先回憶一下之前練習的 單手都打在高音的部位 在第二拍跟第四拍下重音 用右手打或用左手打都可以 或者是用左手 我們現在要把低音加進來 第一個低音要加在第一拍 其他造就不變 所以是這樣子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啊 你會注意到 我只有低音是用右手打 其他的高音聲部全部都用左手 你也可以反過來變成左手負責低音 右手負責高音 這兩種版本選一種就可以了 當然你要兩種都練也可以 但實際上你只要選一個練習的最順的版本 接下來的練習我都會用右手打在低音 左手負責高音的聲部 五 接下来这个练习 我要把低音打在第一拍跟第三拍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2 3 4 1 2 3 4 下一个练习 低音打在第一拍 以及第三拍的前半跟后半 是这样子的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下一个练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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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要把低音打在第一拍,第二拍的后半以及第三拍打起来是这样 1,2,3,4,1,2,3,4,1,2,3,4 再来,我要把低音打在第一拍以及第三拍的后半 1,2,3,4… 接下来我要把低音打在第一拍以及第二拍的后半 1 2 3 4 2 2 2 3 3 4 4 5 5 5 7 7 接下来我要把低音打在第一拍以及第二拍的后半还有第三拍的后半 听起来是这样的 1 2 3 4 2 3 4 3 4 5 6 7 7 7 8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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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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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